今天是我們食魚文化 最後一次上課也是我們的期末考 這些選材裡面有些是我們 一般品嘗物浴紙時候會搭配一起 左衛或者是食用的 但是我們裡面也放了一些陷阱 表面稍微烤了一下的物浴紙 選一片你自己喜歡的 然後跟我講一下 你會怎麼樣搭配這些東西去吃 你們怎麼組合 烏魚子跟蒜苗 烏魚子跟白蘿蔔 烏魚子跟翠莉 品嘗的時候的話 大部分的人會用蒜苗 有些人會先吃這個 然後當他主角一陣子 感受到他的鹹味跟風味的時候 再去品嘗這個蒜苗 那也有的人會把它組合起來 然後這樣一起送入口中 白蘿蔔通常是在 品嘗完烏魚子之後 因為整個口腔裡面會存在這個 很鮮明的這個油脂的氣味 我們再用這個白蘿蔔去咀嚼 我們現在就是要烤各位如何從這盤蝦子裡面 找出這個熟度最好的 因為熟度最好 除了你可以品嘗它真正鮮甜多汁 而且爽脆彈牙這個口感之外 又可以避免不良的氣味 或者是微生物污染的等等這些問題 這是一隻過熟的蝦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蝦子會因為煮熟 所以整個肌肉緊縮而彎曲 呈現直角狀的話 則是過深 那過深的話 因為很多人品嘗蝦子的時候 它會先吸食蝦頭 那如果沒有經過充分的煮熟或是加熱的話 它有可能會有不良的氣味 甚至是微生物的污染 所以我們一般在選擇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頭胸腳 跟它的微扇還有微結 它是呈現一個平行的狀態 它的熟度是最好的蝦子 因為我們OK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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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